大家好 我是幻星 这个不好意思 昨天这个视频我是删了 主要是录的时候 当时状态并不是很好 因为晚上三四点那会儿 导致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小bug 比如说是口误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这边就把那个视频删了 重新录制一下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那我也是秉持一个精益求精 那个不好的视频 咱就别要了 那个出一些其他的好了 行非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今天 这场视频 张角卓 这边的话我就选择了神将鲁肃了 鲁肃这个武将 大家也是比较强的 号称也是八神之一 并且是公认 前段时间小鱼也是搞了一个 那什么大家认为最强的武将是谁 这个也是问到我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鲁肃 完了第二反应是袁绍 所以我当时也是跟他交流了一下 袁绍强 那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袁绍在很多地方都是被竞选的 鲁肃呢 就是在不竞选也都非常强的一个了 有有他独特地盟这种创造绝大多数 很多武将很难创造出的排查效果 再加上耗时这个过排的能力 这就是让他能纵横身份局的一种效果吧 骑手张脚张脚带了一个黑色的嘉义马 现在一般情况下 张脚骑手带嘉义马也是看到二号位偏反的炎梁文丑 想多给自己留点黑色的马 那因为也不可能说是二号位直接有人去跟他进行配合 炎梁文丑虽然是群雄 但是多少是克张脚的 主要是他的输出方式决斗 而张脚是需要被杀吗 这个是有区别 这边果然是跳反贼 刚才我也是有无限帮助 无限让他更好的去对张脚的手牌进行破坏 有杀有决斗 两拆把手牌破坏的比较严重 对我反无懈了一下 一拆手牌拆掉明的黑桃 这边是打光了 这个队友打光对我来说是好处 那个一是能给我创造耗时空间 二也是给我创造地盟空间 地盟空间就要是有一定的对身份的分析了 这边的话我肯定选择了张脚的神中流血汉仙帝 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 张脚主的视频里头 大家也是看到了 汉仙帝对于张脚的支持非常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这边忙的把刘鞋的牌全部给了 颜良文丑名反的同伴 两个好处 一是你限制了如果汉仙帝是忠诚 限制了他第一回合张脚的会合 因为他裸摸两张牌 这个密照的效果就非常非常低了 因为你密照过去还要产生一次拼点 那张脚手牌破坏的这么严重 多少是没有任何拼点的能力的 就算拼点赢了也赢了还好 输了的话有可能就飞雪了 对吧 所以流血的气手牌对于我们控制它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流血汉仙帝第一回合 气手牌无损的去跟张脚进行配合的话 那我们就很难去杀了 对吧 杀流血不合适 杀汉仙帝杀张脚也不合适 像这种公森战就非常偏中了 那个能力比较低又是群雄的 这也是间接的表现出主中方的匠面 也就是核心汉仙帝了 汉仙帝如果能起来的话 那叫什么反贼主中方还有着打 反贼还是比较头疼的 那如果他起不来的话 还要这边汉仙帝选择虚抱一轮 这就是这是刚才那个所谓的 就是说他的手牌 密照手牌越多 密照的效果越好 那少的话产生不了效果 拼点有可能带出来副作用 所以他虚抱了一轮 是可以的 这边跳了一个反贼 刚才庞董跳了一个反贼 我一开始还以为庞董是中的 所以留了一张闪 又肯定杀我 就直接闪了空城 也防得高顺那边 拼点去瞄我了 但是他跳了一个反贼 这张闪没打出去 这样子的话 我还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前提看一下 高顺有没有 就是手机卡起手的 这边诸葛亮保我了 这个肯定的 我是核心 而且是一张牌 也能是完美好施 能达到下轮的 比较强势的效果 这边的话 高顺还是选择去搞小诸葛 这个可能是想提高 锦囊的成功率 直接拼点成功 就是直接干他了 他没选择干我 这边高顺 起手牌 打的还是比较漂亮 能产生这种一杀伞 但是还好 谁都求不了桃 张角的作用也是比较低 刚才给了几个名闪 但是张角可能是没有 黑桃了 果然是 这边高顺的 球手牌打光 没有对反对造成 很大的伤害 也没有产生雷击的效果 张角这一轮 撑一个 扔闪说明他还有闪 撑一个血线 是对他的一个支持 眼亮温丑这边 直接是继续双雄 因为张角的手牌 不透明 那个比较少 如果双雄判定了 让张角如果换的话 还能透明他手牌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是怂 这边的话 直接先收小诸葛 产生自己爆发的效果 共存在给一个桃 不希望这边 眼亮温丑直接弄死 也是想压一下 眼亮温丑的爆发能力 但是眼亮温丑 这边是片桃 红牌非常的多 收小诸葛 也是一个动作 果然是这么多红 就是收也是想收 如果收掉的话 拿了三张未知牌 看牌去 收不掉的话 片张桃也是可以的 反正反对方 肯定不会救的 又打空牌 对于我们来说 又是一次支持 那我完美好施 这个牌还是比较考虑多的 那个最终的话 我是选择了 拆掉张脚最后一张牌 并且把共存在的手牌 递蒙给 眼亮温丑 不递蒙给小诸葛呢 是我觉得 一会儿 那个旁统可以利用铁锁 铁锁我 铁锁小诸葛 铁锁张脚 这样子的话 一个属性杀 把我们都收掉 不管他怎么铁锁吧 有距离也可以直接铁锁 小诸葛和张脚 完了杀眼亮温丑 就不管他怎么做 反正他可以通过铁锁来创作 直接9 这样子的话 肯定铁锁小诸葛家张脚完了 属性杀眼亮温丑 直接就获得游戏的胜利 因为对方是没有手牌的 所以就没有选择给小诸葛牌 但是没想到这边吃个酒 吓唬我们 这个我不知道 蓬总吃这个酒的意图是在哪里 就是没有任何杀呗 没有任何属性杀 没有铁锁呗 这只能是我自己领悟的 这边拼点还输了 这样子费滴血 计划给打乱了 这个可能是旁统那边 没有虚报的梅花牌 或者没有达到一些属性的攻击 这样子延误了一次战机 不过以流鞋和攻击弹 这样子的效果 还不一定能创造出多大的优势 尤其是他们的手牌控制的比较严重 从这局的降面来看的话 也可以看出鲁锁这个武将的能力 基本上通过打地盟打牌渣 所以很多人要分清楚 鲁锁的地盟和耗石 谁是主计谁是负计 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不练尸 我推荐新手用不练尸 不推荐大家新手用鲁锁 就是因为很多新手玩家用鲁锁 考虑的比较少 有时候地盟的效果和耗石的效果 把握拿捏不准 这样子的话 不能把这个武将真正打排插的效果 打出来 虽然说是耗石也是打排插 但是这个效果就没有地盟的效果好了 尤其是骑手那一次地盟 不练尸就简单了 对吧 不练尸安蓄空间一般就明摆着 那基本上是安蓄不错的 又有自己个人能力的过牌 这样子的话 考虑牌系也比较简单 虽然两个武将有一点点异曲 同归的效果都是把一个人的牌 给在另一个人身上 但是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 而且操作难度也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鲁锁在十秒局五秒局 很少有人能玩好 就是因为他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不过我们这一点 这个视频也是突出的 体现出鲁锁的个人能力 随便刚才张角那边 要能撑一下状态 完了还能维持住两手牌 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扛不过了 这边终于收掉 拿出一个顺料 这就是为什么先收小猪果 那个拿出来的牌 未知牌可能会改变牌序 没有杀死 那交给我们吧 刚才那个张角是 换了一个名酒 所以我怕那张酒没有拿过去 直接是地蒙给了留鞋 这样子的话 有酒也救不了 直接放南蛮 看能不能收死 收不死的话 我们再去 基本上就去了 基本上是贵了 收不走 我们再考虑怎么弄 对吧 但就算这轮不贵 也后头也贵了 而且旁统上轮没有动 多少也许可能会留一些铁锁什么的 完了再产生一次传导的伤害心 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 昨天晚上录制的另一场视频 完了 明天的话 我会出一场直播的视频 这个是 一个群内的小型的聚会的比赛 也希望大家 好的 主攻孙权 我们主持角 这边 看他选什么 选择太尔词 中太尔词 主孙权 像贴身位的点位 比较反贼 这个还是比较像反贼呢 孙权直接是忙貂蝉 貂蝉对他的威胁比较大啊 但是为什么不去忙 贴身位的点位呢 这让我非常的想不通 不过这个主要是 他们都爱忙我 那没办法了 因为貂蝉在孙权主 也能去高输出高爆发 也高嘲讽 帮他拉状态 这个我觉得 怎么也应该去弄点位 这边群内跳了忠诚 群内跳忠诚 对于孙权的支持是比较大的 起码手牌破坏比较严重的前提下 可以近距离跟群内配合 提高制衡的速度 制衡的效果 达到一个过牌的效果 这边气肉群内非常的给力 直接是把张和的手牌忙光了 就让张和气肉已经非常的尴尬 起码气肉牌都没了 这边挑了一个反正 直接是弄了一下孙权以及群域 看一下汉贤帝 汉贤帝现在这个武将强度 大家多少也是清楚的 这也是我强势推荐的一个武将 打法非常的多 也是双杀效果的 这个地位应该跟貂蝉成功等人都一样 所以他跳的身份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所以当他跳了一个反贼 对于我们反贼方的支持是非常强的 我是一个反贼 就透露了 这边直接九杀群域 这是在于起手的解命空间比较低 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把群域压死 在他产生不了多大解命的前提下 直接带走一个群域忠诚人 对于我们的支持非常强 换了一下距离 这个可能是密罩 这个也是打法的 虽然是一点 但是另一个点数肯定也是小的 他这个密罩主要是想跟孙权 看一下孙权如果手牌调整不过来 产生了输出的话 可能会把群域带走 带走的话就会清了他的手牌 就算产生输出 能救活 解命空间也比较少 如果弄不了也是杀孙权一滴血 不管什么 这个就是恶心之处 他不给连弩 也是一是key牌 二是少给一张 这边的话太尔茨直接是搞张合了 现在我们首先看一下这边太尔茨还好 就是杀太尔茨不会产生 哦 天命小狗 这次的话就可以考虑 当然他还是主要打爆没闪的和空手牌的张合 我们来看一下左辞 左辞忽然开桃源 这个桃源绝对像是一个 并且打了无蟹了 这个肯定就是挑反贼了 帮助寻遇无蟹 当时我是一个反贼 贴身位的点位是像一个反贼 所以当时我还是比较奇怪的 点位竟然是忠诚 吸引了主攻那么多的输出 不过一看蛤蟆吃 那我就觉得不一定了 因为蛤蟆吃选家还是比较把握的 像贴身位作为一个忠诚 或者内奸是不敢选这种的 所以当时我就很奇怪 到底是哪一个 内直接跳了一个反贼 或者是中装反 不管怎么样 我们肯定要找嘛 最后想了想肯定是张合了 这个直接确立了张合的身份 这是为什么 首先张合是在主中联动的时候 直接把手牌打光了 如果他当时直接跳一个忠诚的话 那后头四连反 直接对他的压制比较大 那他就亏了 如果是内奸 或者是哪怕是一个忠诚 他为了保下命 肯定就跳一个这样子的身份 完了方便自己能存活下去 导致自己下一次的行动 因为反贼行动完肯定要把身份的 这果然跳了一个反贼 那四番找齐帽 这个就是一个偏内了 因为他起码是那个动作 当然是忠诚的话 他为了保命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比较偏内 因为起手牙制非常给力 血并且冰 成功了 这样子的话 孙权是不是有桃 会刷一下寻语 直接制衡 那个肯定是刷不起来排 这下的话主攻还是比较劣势的 寻语这边乐了一下 拼我 还是主要以激活点位那边为基准 这边的话张和应该是把身份跳过来了 分析也分析 这个主要是我比较清楚 因为我一看 左次跳了一个反贼 我是反贼 马上能分析清楚的 张和这边还是比较淡定 是内吗 他打的还是比较比较 因为现在局差并不是很明朗 貌似情况下 这边起个南蛮 起南蛮的好处在于 他先拼点这想提高一下自己的 他把K牌南蛮去用了 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急 我想想 他拼点他想弄 就是K点和二 他一是想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一点 南蛮虽然是K牌在于什么 K牌啊 就是在于自己手牌能消耗比较多的话 用南蛮跟寻语配合 能产生效果 但是呢 现在寻语是血线比较低 自己K点想留 雌雄对我的威胁比较大 如果裸摸两杀 K点成功 也就带走貂蝉了 所以他把两个 三张牌都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他取舍下来 直接是把那个南蛮去弄了 这边的话 我肯定离间太尔茨 两个寻语和太尔茨 但是寻语那边有X因素 就是万一主中放有桃 那刚才孙权只支痕一张 如果离间寻语去清孙权的牌的话 吃起桃来 那孙权就爆发了 所以我们这边求稳 肯定是离间太尔茨 看太尔茨那边能不能清了孙权的手牌 但是孙权那边果然是有个桃子 所以用之前要考虑 这边的话 看一下点位能不能带走 这边张鹤是吃桃了 没有成功 现在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但是反贼方更优势一点 反贼方优势在于 雕权和汉仙帝的状态非常好 那主中放的优势在于 点位状态不是很好 那如果那边能限制住我们的行动 完了找一个机会的话 也许还能秒了比较多的反贼 尤其是太尔茨那边的行动 说太尔茨留K点的想法 就是在一会成功的产生自己双杀的效果 看能带走一波反贼 完了能打死多少 打死多少 有磁雄双骨剑 对于雕权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 这边寻语直接是故意的吧 球死完了给孙权送牌 看能不能带走点位 反正方有一点点桃肯定是有的 张和限制一下流血以及左磁的手牌 这个时候反贼 其实怎么说 节女打的 我不知道节女有没有杀给出去 其实多少应该试一下 能不能把太尔茨打死 因为这是一个X因素 这边又裸摸一个男蛮 就上轮我就觉得男蛮是T牌 所以呢 这轮裸摸一下 多少也就是比较危险了 这样子的话肯定是放了 也就不管的 寻语那边到底能不能火 因为略是急 如果再让反贼去动的话 孙权必死 所以这个男门必定放 但是如果救起来的话 让寻语那边 不过也间接的 应该是把雌雄双骨剑 带起来 这样子的话 万一寻语救起来呢 那你解命的牌 是不是多一点点 我肯定是保点为 不让他收费之牌 这样子的话 他以收费之牌 产生效果的话 岂不是要死了吗 不过我觉得 太尔茨放眼 多少没有想到 寻语会救起来 不过看一下吧 这边账户果然是救起来了 就是偷了一个反贼的桃 但是对于太尔茨来说 不是明的 又起来有杀 有无中 那这样子的话 得让我们明白了 这无中如果再开出来一些 爆发性的牌 这真有可能直接通过 上轮续爆的K点 和磁雍双骨剑 直接创造出优势 不过因为 他没有先带出来 磁雍双骨剑 导致少了一次 少了一张牌 当然我看见 无中开出来 也不是什么质量好的 这边的话 点位多半是去了 刚才翻面 还翻面出来一张桃 我那边没牌了 只能这样子 看点位那边 能不能撑过去 反正都没桃了 那个点位最后一张牌 也不是9啥的 那这样子的话 又让他收点牌 并且有桃 起一个万键 这个万键是绝对的伤 这个万键放出来 是死一片反贼的 并且有一个桃 就算孙权求桃了 也能救援 让他产生效果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主中棋手 已经被反贼 打得非常的劣势了 但是反贼可能 我不知道 如果刘邪当时 没有杀的话 那还是理解的 如果有杀 一定要在 泰式行动 这个造材X因素之前的 人赶紧把他搞死 这个我们看不到 手牌也就无法断定了 最后最终通过 泰式续报了 K点和刺庸双骨剑 又裸摸了一个南蛮 上轮我就说 他南蛮是不是K牌 但是没想到 他又裸摸出来 如果没这个南蛮 也产生不了 这么夸张的效果 最终是成功的 把反贼直接 是一波带走 全部人 那行 今天这两场视频 主要还是表现了一个 主中方在前 前期被压制 但是通过一些细节处理 就找到一次契机 完了从中 通过反贼那边 的种种情况吧 最终获得了自己的胜利 这个也是一 现在主中打法 因为前期被压制 肯定正确的 肯定正常的 反贼现在就是这么强势 但是主中并不是说 是不能胜 这个绝对不可能的 那行 今天视频就到 我们下期再见